这霍青铜把这水带子绕在鹰脖子上 让鹰腾空而起 把这水带子给带走了 水带子带走了 这个鹰就是听了霍青铜一声口哨 说这个口哨为什么那么好使呢 就因为这个鹰是霍青铜的师父 天山双鹰他们培育出来的 天山双鹰 这老两口子就喜欢养鹰 而且对这个鹰进行训练 霍青铜这个鹰呢 是他师父送给他的 霍青铜一打这个口哨 这鹰就知道了一个信息 就是让他呀 去找这天山双鹰去 所以这鹰就飞起来了 这鹰一飞起来 这关东三摩一瞧水带子让鹰给带天上去了 这可了不得了 现在这水带子就是命啊 这个东西一丢了 我们命就没了 所以这三个人来不及顾这霍青铜了 先得追这鹰 关键是这水带子在那鹰身上呢 这三个小子随后就追这个鹰 说这个顾金彪好色 现在霍青铜已经都没有劲 趴在这个沙子这儿了 他不会好色过去吗 他现在呀 第一是先保命 当这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那色他也没了 所以顾金彪跟着他们一块 随后就追这鹰 唐一蕾一看这水带子被鹰带走了 都转马头紧追不放 顾金彪跟哈海的都想啊 这个丫头反正他跑不了 先把这水带子追回来要紧 也纵马狂追 追着追着 这顾金彪来了脾气了 他把手一翻 拿了一柄小叉 这是他的暗器呀 他用这个叉一兜手 准备要向飞在天上这个巨鹰给射过去 他刚要一兜手的时候就觉得手脖子 被一个劈鞭子给打了一下子 打得挺疼 这个小叉啊 飞出去没准了 鸭鸡掉地下了 给打到旁边去了 他回头一看 谁打他一麻鞭子 正是那哈克台 哈克台打他这一麻鞭子 顾金彪当时就急了 哎 干什么 你咋不干什么 哈克台说你还明白不明白 哎 你跟那个鹰动这叉呀 你干什么 你想把那个鹰给剁下来 是不是 你要是剁不准剁在那水袋子上呢 一个窟窿 那水马上都洒了 还有命吗咱们 顾金彪一想可也对 要把水袋子给刀成窟窿 那就完了 所以他扶到马鞍子上 向前急忙的追 他们三个人紧紧的追了一段路程 有十多里地 这个功夫 眼看着这个马的力量 渐渐的疲弱下来了 要追不上了 忽然间 就跟那个鹰 在长空当中一盘旋 刷的下子 一个浮冲下来了 下了上哪儿去了 看前面 沉头起出 两技马 鸡驰而来 那个鹰啊 打了个旋 落到其中一个人的肩上了 关东三摩 往前面一看 一看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秃头的红脸老头 另一个是白头发的老太太 这老头 见着这三个人 泪声鹤闷 霍青铜呢 三个人当时一愣 没回答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三个人闹不清楚 霍青铜 谁是霍青铜 翠羽黄山霍青铜呢 我们还要找他呢 所以三个人这一不说话 这老头呢 也不接着再问他了 老头一伸手 马上优打这个巨鹰的脖子上 把那个水袋子给解下来了 解下来之后 把这个鹰棒空中一扔 打了一声胡哨 这个意思给这鹰啊 一个信号 让那个鹰领着他们 去找霍青铜 这个鹰于是向来路飞去 两个老人不再理睬这三个人 跟在巨鹰之后 随后就追过去了 唐一蕾知道了 他们是随着那个巨鹰 去救那个灰女 唐一蕾自觉得自己武艺高强啊 不把这老头老太太放在眼里 心想这俩老家伙 老的都掉了渣了 还能有什么武艺吗 而且这个水囊被他们拿去 这非得夺回来不可 他把手一摆 这三个人随后就跟过来了 他们三个人随后跟着 目的是抢那个水囊 这两个老者正是天山双鹰啊 十多里的路 一眨眼就到了 就看那个鹰直接扑下去了 此时的霍青铜 躺在了地上 观明媒 飞身下马 来到了跟前 霍青铜一看见自己的师父了 一头扑到师父的怀里 放声就哭出来了 观明媒一看自己的爱徒 落到这副样子 这心里边感到十分奇怪啊 心想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孩子 谁欺负你了 这个时候 关东三摩已经赶到了 霍青铜用手 像他们三个人这么一指 就是他们 这话刚一出口 立时就晕过去了 霍青铜这也晕过去 观明媒 怀里边还在抱着霍青铜 扭向回头 看了看自己的老头子 老头子 还不动手 老太太一说这句话 他左手抱着霍青铜 右手拔去了水囊袋子 慢慢的倒水 送到霍青铜的口里 陈正德听到妻子这一声呼喊 知道这仨小的是敌人 都砖码头 冲着三摩就冲过去了 来到临近了 他长臂伸出 当时就向哈和台的胸口抓去了 这哈和台手腕子一翻 摔打挡开 一躺着那个手脖子 陈正德手腕的时候就觉得麻辣辣的一阵疼痛 心里想 哎 这小子 手腕挺快 瞧这个意思 还有两下子 不等都转码头 他凌空跃起 又向他抓过去了 哈和台 左手挡开 右手反抓 对方的胸口 陈正德 他猛喝了一声 嗨 劈掌 砍过去了 这一掌就击在他的手背上 哈和台全身就绝地松了一下子 当时那么一阵 在马鞍子上坐不稳了 这一掌愣给击得跌下马来 唐一雷跟顾金彪在旁边一看 吓了一跳 又好 心想这个老头瞅这个样子 长得是糟合了不起玩的 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出手这么厉害 两人赶忙的双双雷就 哈和台这一下马 就是翻了一跟头 站到地上了 一柄匕首已经抽在了手中 当时就扑上来了 陈正德 左掌在顾金彪的面前虚晃了一下 右手已经抓住他手中的钢叉 望望一拧一躲 顾金彪就觉得虎口发麻 左手这两柄小钢叉就飞出去了 可是左肩后边的受了伤了 出叉没有力量 这个叉虽然飞出去了 没怎么着 陈正德一低头就躲过去了 但是猎叉呢被他给夺过来了 把这个猎叉也夺过来 心想哪跑着了这三个野种啊 这三小子武功还真不错呢 怪不得我的徒儿吃了他们的亏了 正这功夫忽然觉得脑后生风 这独角同仁横着扫过来了 陈正德一转身 往前抢弓一步 一挨身子 双掌直取腾一雷的下盘 这关东大摩 同仁回转 照着他的预诊穴就点到了 陈正德当时已经歇下腰 还会点穴呢 跳开了两步 还有小子你这家伙还会点穴 腾一雷说 不错 把这个同仁晃动 又向他的尖头云门穴点过来了 这个同仁呢 只有一只脚 他塑造这个同仁的这个样子呢 是经济独立的架势 一条腿在下边 好被使者能钻得住 上边那两个胳膊呢 合在一起高举起来 是合掌的样子 那么合掌的这个地方 恰恰是可以用来点穴的 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必学绝一样 这个同仁是很重的 除了点穴之外 又能够横扫 又能够直杂 比钢鞭铁锤都厉害 所以陈正德想 武林中的点穴的气节 不过就是判官笔呀 必学绝呀 还有点穴钢环呢 总是比较轻便 比较灵巧的 而用同仁点穴的 这很少见 一是说明这个人本事 练到一定的程度了 再一个说明这个人有力量 所以此时刻陈正德空手 跟这三个人在这拼斗 官兵梅仔旁边一看 霍青铜慢慢的行转过来了 这才放了心呢 回头一瞧 一看自己的丈夫 已经是处于烈事了 陈正德的那个长剑呢 放在马背上 来不及往外拿 所以他跃起的时候呢 那马受了惊了 跑到十余丈之外了 而陈正德这个人呢 心傲好胜 不愿意去取剑 所以我就靠我的空手 逗这三个小子 尽管他们是江湖好手 我渐渐的有点不如他们了 但是我不服输 让他们知道知道 我这个老头子赤手空拳 能跟他们打这么多来回 不是白给的 他是这么个心理 这官兵梅呢 此时常见在手 望前一纵身 加入了战团 先去一招 说疯狂笑 向着腾一雷的后心 就刺过去了 腾一雷回过同人 望望一挡 官兵梅 这个时候剑招 突然就已经变了 刷刷刷 这三剑快如闪电 腾一雷呀 没到过西北 不懂得什么叫三分剑术 更不懂得这个剑术的招数了 这三剑一变 唐一雷当时就已经啊 先想呀 哎呀 这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 怎么剑法如此的厉害 哎呦 他敢帮手紧门户 静矣带变 官兵梅接连的 就刺了八剑 这八剑 一剑快死一剑 一剑紧死一剑 那真是三分剑术中的绝招 这绝招名字叫 沐王八郡尹尧 这个时候 就见唐一雷虽然是手忙脚乱 但是他还是竭尽全力的拦党啊 心里边暗暗想到 这哪出了这么一个疯老太太 哎 这个老太太 好厉害 这一个老太太就足够我们哥仨忙活的 陈正德这边呢 劲敌一去 立即就占了上风了 双掌飞舞 这招数不离的敌人要害 瞬然间一矮身 抓起了顾金镖落在地上的两柄小叉 兵器在手 更是如虎添翼 他用着两柄小叉 使开了自己峨眉刺的招数 树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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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那地下坐着 在这缓劲呢 他往那一蹦 这陈正德当时大惊 偏下哈哈他一抢过来阻拦 人还没有感到呢 这个小钢叉已经脱了手了 笔直的就向顾金彪的后心就飞过来了 哗朗一下子 顾金彪左手一伸 他想接住这个小叉 哪知道啊 他自己的这件兵刃 已经敌人抛出来 这力量可就不一样了 老头扔的这个叉 比他扔的那个劲头大 叉一过来他拿手一接 本来觉得碰到这个叉尾了 但是没捏住 这叉继续还往前进 嗖的下子奔脑门子来了 这小子一看不好 敢茫茫的这些一蹲 这叉唰从他头上过去了 他往下这一蹲的功夫 陈正德已经赶到了 哈和台随后赶忙过来相助 两个人继续打一个 两个人打一个还抵挡不住的 那边啊 滕一雷是自顾不暇 难以相救了 霍青铜坐在他地上 一看师父师公逐渐得了手了 心里边很高兴 五个人的兵刃撞击 听唐听唐听唐 越打越激烈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就听见远处传了一阵 野兽的嚎叫声 又听见有狼嚎声 这怎么回事 这个野兽和狼的叫声 这一出来 霍青铜急忙的就蹦起来了 他知道 他喊了一声 师父 你听 他一喊这句话 双鹰正和他们打得 正在酣战之际呀 听到这个嚎叫之声 不约耳同的 纵出圈脉 侧耳细听 这关东三摩呀 跟打得正热闹的时候 一看人家跳出圈脉 他们三个人愣了 只顾在那喘气了 不敢上前追杀 可是 他们同时也听到这个声音了 这个声音 是由远耳近 越来越响 他们顺着声音的方向 一眼望去 摇见远处天边 像一片黑云一样 就涌过来了 在那中间 夹着那隐隐的 欲雷之声 天神双星 当时脸色大变 陈正德 飞纵出去 牵过马匹 关明媒 把霍青铜抱起来 也跃上了马背 陈正德 拔起了身子 站在马背上 往远处一看 你上来瞧瞧 哪个地方可以躲躲 关明媒听到这里 把霍青铜 在马上放好了 然后就跳到了 陈正德的马上 陈正德双手 把这老太太高举过顶 这个老太太 在丈夫肩膀头上 这么一搭 就站到她的手掌之中了 陈正德 俩手 忘记一举 把这老太太 给举起来了 等于是两个人高啊 关东三摩 在旁边 瞅着一看 这老头老太太 这是哪儿的 这是 这可了不得了 打着打着 不打了 站到马上 迭罗汉 关东三摩 面面相关 恶然不解 顾金彪在旁边就说了 这两个老家伙 这他妈的是使妖法 疼一连一看 老二 惊慌交集 并不是假装的 知道这其中是必有古怪 但是他猜测不出 也值得在这宁神戒备 关明媒 急目四下瞭望 我告诉你啊 老头子 北边好像有两株大树 陈正德一听 不管他是不是 快去 本蛋 关明媒当时 跃到了霍青铜的马上 这两个老者 一提马将 也不管这三摩了 纵马向北极致 哈河台一看 他们 匆忙之中 那水口袋没带走 赶忙的一毛腰 把那水口袋捡起来 捡起来 那个水袋子 这个时候 就听见那呼号之声 越来越响了 听起来 感到惊心动魄 顾金彪当时 突然叫了一声 哎 我告诉你啊 这是狼群哪 说这话的时候 已经是脸如死灰了 这三个人急忙 纵身跳到马上 追赶双鹰 他知道 这老头老太太 可能也是在 为了躲避狼群 他们躲 咱们也躲 他们随后也追过来了 跑了一阵子 就听见身后边 虎啸狼嚎 奔腾之声大作 回头一瞧 哎呦我的妈呀 直见烟尘之中 有无数的虎豹 野骆驼 黄羊野马 鸡奔逃命 后面灰扑扑的一大片 也说不上有几千只 还是几万头 恶狼 随后追赶而来 万寿之前呢 却有一个人 蹭马鸡吃 那匹马 神骏之鸡 奔行在虎豹之前 数十丈的地方 就好像带路的一帮 转眼的功夫 那匹马已经从身旁掠过 三摸一看 骑马的这个人 身上穿着灰衣服 由于沉沙飞剑 这灰衣服已经成了黄衣服了 那个人似乎是一个老者 面目在这一瞬间却看不清楚 那个人回头 冲着他们喊了一声 找死吧 快跑 唐一雷这匹坐骑 一看到这么多野兽 一追过来 声势非常的凶猛 已经吓得腿都软了 这匹马当时 尸足踪腰 把这个小子 就是抛到地上了 这唐一雷皆忙挺身站起 这个时候 几十头虎豹 已经从他的身旁跑过 群兽逃命要紧 哪还顾得着伤人呢 唐一雷眼见得是命在轻刻 张口狂呼 哎哥们 我掉下来了 顾哈两个人听他这一喊 赶忙回马来救 一看 迎面那个恶狼 就像潮水一般 就拥过来了 唐一雷手中挥动同人 当时他在护卫着自己呀 明知道这个门是没用的 但是临死也得挣扎 煞之间一头巨狼 弄出雪白的利尺 奔到他的跟前 突然间 在身旁马蹄声响 那个灰衣老者纵马过来 左手一伸 已拉住了他的后脖领子 把他那个肥大的身躯 当时一时间就给低落起来了 向着哈和台的马上 过去 给扔过去了 唐一雷使出自己的轻功 一个跟头就坐在了哈和台的身后 三个人都转码头回头一敲 心想这个老者是谁 室外高人呐 也太冒失了 他们都可以变成一段轻功 今天不是一段轻功 但是学生作者 我店考虑的 就是这段轻功能 这段轻功能 当然是哪些人 对 二位 我们都不会变得了